林墨宇不知道小牛的内心系 此时巨鳄兽的惨叫声已越发微弱 最终 骷髅王斩下了他的脑袋 扔进了收容浮阵 收容浮阵里的巨兽尸体 已经数不太轻 少说也有数十万 可这样的数量 对林墨宇来说 依旧远远不够 小牛 再去带一只彼岸镜巨兽过来 林墨宇下达新的命令 小牛立即去找最近的星空巨兽 下一头星空巨兽 距离很远 需要一段时间 林墨宇并不着急 他控制着海谷地狱 继续吞噬星空巨兽 海谷地狱达到了神尊九阶 范围威力大幅度提升 效率更高 可同样的 想要继续提升的难度 也大幅度增加 刚刚吞噬了一个彼岸镜巨兽 要也只是增加了一点点而已 林墨宇觉得 至少要吞噬上一神尊镜727的巨兽 才有可能让海谷地狱再次晋升 再次晋升 不知道是半步彼岸 还是直接达到彼岸镜 根据以往的经验 直接达到彼岸镜的可能性不高 神尊和彼岸镜之间的差距很大 不容易达到 林墨宇就这样 在交界之地一路横推 所到之处星空寂静 巨兽安眠 两个月后 小牛再次拉回一头彼岸镜巨兽 很快 林墨宇的收容符阵里 又多了一份彼岸镜血肉 小牛又接下了新任务 继续去寻找彼岸镜的星空巨兽 小牛很聪明 林墨宇虽然没有明说 可他知道 林宇要什么样的 所以他带回来的 都是没有觉醒智慧的星空巨兽 时间一年年过去 林墨宇在操纵海谷地狱吞噬的时候 同时还一心二用 继续绘制着大量符文 填充净宝船仓库 符文种类繁多 作用千奇百怪 林墨宇尽量多准备一点 以备不时之需 百族联盟新的军队驻地里 传出整齐的呼吓声 百族联盟的修炼者们正在比斗 被称之友好交流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百族联盟的士气有所恢复 位于其他战场的军队都已经撤回来 合而为一 兵力总数超过二十亿 再加上 各方种族后续过来的军队 兵力总数应该在二十五亿左右 比岸境超过一百五十名 庞大的数量 让许多人重拾信心 特别是两年前 深渊魔尊终于商与回来 并且宣称之前的大战 是因为自己的法宝出了问题 并不是因为实力不如人族 岸境圣尊也宣称带来了一件宝物 族已和人族的战神枪相比 雪牛圣尊同样宣称 取出了一件祖传至宝 威力十分强大 足以杀死圣尊 至此 百族联盟这边 圣尊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六人 增势大大增强了大军信心 黑金圣尊在这三十来年里 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摆出一座座擂台 让各族修炼者可以上擂台 与别人进行友好交流 当然不能拼命 只比高下 不分生死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修炼者 在一场场的比斗中 逐渐变得熟悉 关系也好了起来 如此一来 军队的战力又增强了些许 并且 此前失败的注意力也得到转移 三十年的时间 大军的士气终于完全恢复过来 宫殿之中 几位圣尊坐在中央 一百五十名底暗镜 则分布于四周 深渊魔尊说道 多亏了黑金圣尊处的主意 帮助士气得到恢复 黑金圣尊悠悠说道 这没什么 而且也不重要 其实我始终觉得 真正决定胜负的 并非他们 而是我们 深渊魔尊恩了一声 之前是我的法宝出了问题 我太小看至尊法宝 导到反噬 但这次不会了 如果再碰到他 我必能将之斩杀 黑金圣尊显然没有完全相信 深渊魔尊的话 与气平静 希望如此吧 各位觉得 我们何时再开战比较好 这些年来 与人族的战斗始终不停 不过都是小打小闹 并没有发生正面大战 百族联盟退缩 人族紧逼 小战斗不断发生 黑金圣尊如今指的是正面大战 他很清楚 如果不能再正在战局上胜过人族 这场战斗再打下去 他们必输无疑 深渊魔尊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音声道 三十年了 幽灵族没有再次出现 星空巨数也消失不见 后患没有解决 我始终觉得有些不安 几位圣尊也有些头大 幽灵族神出鬼没 始终找不到踪迹 还有星空巨数 谁都不知道 星空巨数为什么攻打自己 而且还专门挑弱小的杀 事后连星空巨兽都失去了踪迹 无法寻觅 这两件事如耿在喉 让他们难以安心 不过深渊魔尊又说道 但没关系 这些年 我们也不是闲着 各族的结界已经进行了升华 只要幽灵族赶在出现 必然会被察觉到 深渊魔尊做出承诺 不一定有用 总好过没有 黑金圣尊道 还有另一件事 此前两场大战人族少了一位 谁 所有人看过去 黑金圣尊道 林墨宇 我研究过林墨宇 他的术法 其实很适合大战 若是他出手 对人族来说 将是一大助力 伤亡将大幅度减少 可是前两次 林墨宇始终没有出现 没人知道 他到底在做什么 几位圣尊 以及周围的彼岸 即使没和林墨宇打过交道 也听过林墨宇的名字 知道他的亡灵大军 亡灵大军若是动手 人族伤亡 确实可以大幅度减少 可是他没有动手 这就很奇怪 血牛圣尊问道 他会不会在闭关修炼 他的话无人反对 想来想去 也就这么个原因了 一次闭关 几十几百年都很正常 不过和林墨宇打交道 最多的深渊魔尊 始终觉得 此事没这么简单 他对林墨宇怀有戒心 此前数次要杀林墨宇都没成功 林墨宇的心智 让他感到棘手 他沉声道 若是林墨宇5.8出现在战场上 务必第一时间杀了 说话时 目光扫向在座各位彼岸镜 各位 请记下此话 见到林墨宇 请第一时间斩杀 所有彼岸镜全部点头 他们听得出来 深渊魔尊并不是在开玩笑 血牛圣尊闷声笑道 深渊魔尊是不是太过小心翼翼了 林墨宇区区一个神尊而已 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吗 深渊魔尊摇头 你不懂 血牛圣尊还想说什么 忽然一道赤红光芒在星空中炸开 所有人同时看向远方 目光透过无穷距离 看到了遥远之处的情况 深渊魔尊低声道 人族的大军动了 准备战斗吧 这一次我们要一雪前耻 命令下达 大军顿时动了起来 磅礴气息冲天起 腾出漫天杀意 人族大军启动 超过十亿大军 气势汹汹进发 战神堡垒上 几位人族圣尊并肩而立 扶圣尊手中有一枚飞剑符 飞剑符在星空中一闪而过 消失不见 战圣尊低声道 消息传出去了 扶圣尊微微点头 传出去了 不过飞剑符速度有限 等林小友收到时 我们大战基本上要结束了 战圣尊道 不一定 我们可以拖一下 见圣尊微微皱眉 林墨宇让我们动手 是想靠我们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那我们可以拖一会 不必着急 前几日 扶圣尊忽然收到了 林墨宇发来的飞剑符 符中所说 让他们在飞剑符发出后十日 对百族联盟的大军 发动全面攻击 不需要真正交战 只需要吸引对方注意力便可 几位圣尊自然知道 林墨宇要做什么 在十日后举兵而动 人族一动 百族联盟自然会发现 他们也会出兵 大军缓缓前进 看上去气势汹汹 好像要一决生死 可实际上 人族的行军速度 却很缓慢 几位圣尊都清楚 这次行动 主要是为了拖延时间 打是肯定要打的 不说不练肯定不行 只不过 要控制战斗时间 林墨宇此时 已经从交界之地返回 到达赤虎族边上 赤虎族在十万年前出过圣尊 实力不弱 差点挤身强足 十万年前 他们的圣尊被肖战天杀死 之后就再无圣尊 彼岸境倒是一直都有 如今他们族内有三个彼岸境 其中两个已经去了前线 族内还有一个 赤虎族的心欲 被恶魔族的结界保护着 内部还有深渊魔眼进行监视 一张隐秘符激活 林墨宇顺利进入心欲之中 要进入里面 林墨宇就感觉到了异常 这里怎么会有黑血大戒的气息 林墨宇心中微尘 结界内充斥着 丝丝缕缕黑血大戒的气息 林墨宇数次与黑血大戒的力量接触 对他们的气息十分敏感 第一反应就是 恶魔族与黑血大戒的人勾结了 想到当日在西神战功里 看到过的画面 各族叛乱的背后 有着黑血大戒的影子 现在恶魔族与黑血大戒有纠缠 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 只是林墨宇心中杀意更胜 但是黑血大戒的力量出现 让他不得不警惕 黑血大戒并没有离开 只是不知道隐藏到了哪里 他们依旧隐藏在大世界里 而且与各族可能都有勾结 林墨宇想得极远 直接所有种族都拉进了黑名单 任何一个种族 都有可能潜藏着黑血大戒的力量 每一个都不能放过 一张收容符飞出 巨蜥兽出现在身边 主人 主人你人呢 小牛没有看到林墨宇 即便林墨宇在他面前 他也看不到 林墨宇说道 不用着 你看不到 说着一张星图出现在小牛面前 小牛有智慧 看得懂星图 林墨宇的声音继续响起 这里是赤虎族的心域 你的任务 把赤虎族灭了 里面的族人一个都不许剩 全部杀掉 小牛 把牛眼瞪得老大 主人 我就一个呀 灭赤虎族不成问题 但他只有一个 就算一座座星系灭过去 也要好久 如果碰到赤虎族里的彼岸镜 不一定能打得过 林墨宇道 我自然会给你手下 收容浮阵展开 无数血肉倒了出来 在交界之地这么多年 积累的巨兽残尸 不知反击 具体数量 连林墨宇都无法算清 随便估算一下 上千万应该不止 而且都是神尊 由上千万神尊组成的队伍 任何人都会觉得头疼 这些年来 林墨宇还杀了六头彼岸镜 星空巨兽 六头彼岸镜巨兽 都是小牛一头头拉回来的 他把方圆数量光年里的 彼岸镜巨兽都拉了过来 绝大部分变成了 海谷地狱的养料 剩下的蚕尸 则被林墨宇收走 后面的27年时间 海谷地狱 肃清了大片星空 交界之地 差不多有千百分之一的区域 已经被扫荡一空 小牛愣愣地看着 不知道自家主人 把这么多血肉倒出来 有什么用 难道主人喜欢吃烤肉 有些星空巨兽 确实味道不错 可是有些却满身是毒 根本不能吃啊 小牛不解 用他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 接着林墨宇大手一挥 不死火焰在星空中 炸开四周化作火海 无数血肉在火海中重生 灵魂重组 血肉再生 一股股强大气息冲天起 一块块残碎血肉 重新变成了星空巨兽 成为复生者后的星空巨兽 集体朝着 林墨宇贵符 一动不动 星空中依旧无比安静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小牛彻底呆了 明明已经死去的星空巨兽 为什么现在都活了 他小小的三观被彻底巅峰 世界上怎么可以会有这么离奇的事 主 主人 这是咋回事 如此离奇的一幕 让小牛害怕 声音都开始打颤 林墨宇道 他们交给你来指挥 千万神尊 差不多够了吧 小牛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忙不迭地点头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林墨宇意识一动 命令所以复生者 都要无条件接受小牛的指挥 复生者不知疼痛 无畏生死 比起真正的星空巨兽 要好用得多 而且经过王者复生 他们也享受到了一定的天赋加成 实际战力 要比生前更强 林墨宇道 去吧 这里就交给你了 小牛发出一声长啸 带着他的千万巨兽军团 727朝着最近的一座星系扑去 林墨宇远远看着 他要看看 黑雪大戒留在这里的力量 到底有什么用 就在小牛带着巨兽军团 来到最近的一座星系时 恶魔之眼忽然爆发出巨大动静 火焰沸腾 整座结界都亮了起来 巨大结界 包裹着整座星系 林墨宇感觉 结界在瞬间变强了数倍 无论内外 都被他封锁 为了防止幽灵族逃脱 看来还真的下了血本 既然如此 那我就添砖甲瓦吧 一张符文无声无息飞出 随后燃烧 星空中顿时多了一层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封锁天地 不让任何人逃离 锁空符 是属于林墨宇自创的符文 可以用来代替锁空阵盘 符文里灌注着林墨宇 对空间法则的理解 一旦发动 隐秘性和范围都完胜锁空阵盘 林墨宇在星空中飞快前行 不时激活一张锁空符 连着十几张锁空符被激活后 星空已经彻底被封锁 传送阵也彻底失效 里面的人难以逃离 星空巨兽军团 已经杀进了第一座星系 按照林墨宇的吩咐 一个族人都不放过 转眼间 第一座星系已经被屠戮一空 收容符子小手手中飞出 笼罩星系 将整座星系收走 接着又牛不停蹄 赶往下一座星系 看得出来 小牛是第一次指挥 如此多的星空巨兽 进行战斗 幸好林墨宇给了他所有权利 附生者军团无比听话 千万神尊敬星空巨兽 浩浩荡荡一路前行 它们体型巨大 看上去十分恐怖 小牛从陌生到熟悉 慢慢地变得熟练 在灭掉两座星系后 小牛甚至开始奋兵 让星空巨兽大队一分为二 同时攻击两座星系 巨大的动静 终于被深渊魔眼注意到 深渊之火在星空中骤然亮起 深渊魔眼当即将大量信息 传回恶魔族 同时也传到了深渊魔尊耳中 已经来到前线的深渊魔尊 猛地愣住 赤虎族星域 发生了兽巢 身边几位圣尊一愣 地狱魔尊声音低沉 怎么回事 临近大战 怎么会出现兽巢 深渊魔尊带着音效 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上次大战 幽灵族出现 星空巨兽也莫名其妙地出现 我们从来没有 招惹过星空巨兽 反倒是人族 与星空巨兽有仇 之前我故意没说 就是在等 果然不出所料 人族应该和星空巨兽一方 达成了某种协议 黑金圣尊低声道 你的意思是 交界之地的那位 深渊魔尊冷笑一声 除了他 还会有谁有能力发动兽巢 也不知道 人族付出了什么代价 黑金圣尊道 现在怎么办 若是在像之前那样 让赤虎族被灭了 我们百族联盟 恐怕真要散了 赤虎族不是小族 和之前被灭的那些不同 那些小族若族灭了也就灭了 赤虎族好歹也是个中等种族 族内有三位彼岸 百族联盟中 大部分都是如赤虎族这样的 中型种族 这些种族可以说是 百族联盟的主力 如果他们乱了 那百族联盟就彻底完了 所以赤虎族的事 不能不管 雪牛圣尊冷声道 人族真是好算计啊 正面和我们开战 偷偷和星空巨兽达成协议 对各族祖地进行偷袭 如果我们不管 那他们肯定不会停手 可若是我们一管 前线的战斗就会出问题 深渊魔尊道 人族应该是从幽灵族身上 想到了这个方法 确实很实用 不过魔主大人 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做出了相应布置 他的笑声逐渐变成阴沉 这些年 我不仅是在养伤 还做了很多事呢 放心吧 赤虎族不会出事 我们这里只管放手大战 黑金圣尊很是好奇 不知魔主做了什么布置 深渊魔尊孝道 我不能说啊 如果想知道 你去问英皇就行了 这件事 是魔主和英皇一起定下的 黑金圣尊微微一正 没想到 其中竟然还有英皇参与 一旁的暗金圣尊低声道 难怪英皇让我们只管在前线好好打 别的是无需理会 则则则 深渊魔尊孝得更加瘆人 知道了吧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给人足一个教训 最好能杀掉他们一两个圣尊 杀一生疼 虽然杀圣尊很难 但也不是做不到 百族联盟的大军排开阵势 与人族大军相隔千万公里 遥遥相对 大战一触即发 赤虎族星域 小牛带着复生者大军 再次打下了两座星系 他的指挥效率越来越高 甚至开始一分为三 赤虎族里的强者 大部分都去了前线 留下来的都是小猫两三只 根本挡不住复生者大军 星空巨兽在赤虎族星域里肆虐 无数赤虎族人被撕成碎片 大军过境 星系中鸡犬不留 林墨鱼引在暗处 看着星域 感受着其中变化 他感觉到 黑雪大界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 不断汇聚 大家看看 你们这些家伙 想要做什么 恶魔族勾结黑雪大界已成事实 此刻在星域里的布置 应该就是针对幽灵族 只不过他们想不到的是 幽灵族没来 来的却是复生者大军 再次与黑雪大界的强者打交道 林墨鱼想再看看 黑雪大界的手段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知道的越多 就可以针对做出布置 哄 庞大的气息冲天起 星空之中 一头赤色大虎奔袭而来 混蛋 住手 怒吼声中 恐怖的能量席卷 一道道光束划破星空 刹那间 数十只复生者被光束命中 当场化成飞灰 赤虎族留在族内的彼岸尽到了 他带着无边怒意 朝着复生者大军杀来 猫 小牛同样吼叫出声 头上的尖角爆发无边雷霆 在星空中演化雷海 同时星空变得粘稠 空间如沼泽 小牛杀过去 和赤虎族的彼岸尽 战成一团 同时 复生者军团中 上百头达到巅峰神尊的星空巨兽 也杀了回来 配合着小牛 一起攻击赤族虎彼岸 小牛和对方实力相差无几 但再加上巅峰神尊的配合 对方没有什么身份 不过如此一来 小牛无法分心 也无法指挥复生者军团 林默宇意识一动 接管了指挥权 他指挥着军团 继续攻打赤虎族 赤族虎彼岸不断怒吼 声音越来越急 可是却被小牛死死缠住 根本无法脱离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灭 族人被杀死 赤虎眼睛发红 在星空中演化血海 仿如他的仇恨愤怒 黑雪大界的力量波动越来越明显 星空逐渐变暗 就如同黑暗虚空一般 开始吞噬光芒 当力量汇聚到极限时 星空中出现了一个黑色漩涡 漩涡吞噬了方圆亿万公里星光 随后一个黑衣人出现 林默宇眼睛微微眯起 终于来了 黑衣人来自黑雪大界 有着与大世界截然不同的气息 一条条血线在黑衣人身上流淌着 带着浓浓血腥味 血腥味直冲灵魂 让人闻之欲偶 黑衣人目光在星空中扫过 下一哨 黑衣人当场炸开 炸成无数血线 血线速度极快 穿越星空 纷纷刺入复生者的身体 但是 下一秒 这些血线又纷纷返回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复生者依旧如故 毫无所觉 林默宇身为主人 同样没有任何感觉 不知道对方做了什么事 血线收拢 重新变成黑衣人 虽然他浑身被黑衣所笼罩 看不清容貌 可林默宇从他的眼神中 看到了惊恶我 显然他对自己的攻击 没起到作用 很是吃惊 林默宇忽然想到 在黑暗虚空中 同样黑雪大界的强者 曾经控制大量星空巨兽 难道 他是想控制这些星空巨兽 若是这样的话 确实无法成功 复生者可不是普通星空巨兽 他们死而复生 成了林默宇的奴隶 怎么可能再被控制 黑衣人目光 看向正与赤湖彼岸大战的小牛 身体变得虚幻 下一秒已经越过千万公里 杀入战团 黑衣人冲进雷海 杀向小牛 小牛闷叫一声 雷霆顿时变得狂暴 轰轰作响 在星空中炸开 黑衣人被炸飞 虽然没受什么伤 但看上去有些狼狈 小牛闷声闷气地叫道 哪里来的垃圾 敢偷袭本牛 在黑衣人出现的时候 小牛就注意到了他 一直盯着他 想偷袭哪有这么容易 黑衣人不言不语 手中出现一柄长剑 长剑略微有些弯曲 与人族所用的三尺清风 并不相同 黑血大戒的修炼者 擅长使用这种掠弯的长剑 黑暗虚空的那位 也是如此 两柄剑有着九成相似 只是黑暗虚空的那位 手中长剑更为强大 他不如黑暗虚空的那位 境界看上去 和彼暗镜相当 比起圣尊 应有所不如 但若配合上黑血大戒的密法 或许可能和圣尊过过手 若真打起来 必败 林默宇迅速做出判断 这个来自黑血大戒的修炼者 他的实力 应该比普通 彼暗镜略强 又不如圣尊 正面交战 小牛不是对手 更何况 小牛还要应付赤虎祖彼暗 见到黑衣人拿出长剑 小牛忽然心中有些发毛 他感受到了致命威胁 妈妈 他的这柄剑 似乎不寻常 小牛这次 怕是要麻烦了 小牛在心中大叫 忽然他听到林默宇的声音 你只管七百二十 对付赤虎祖 此时林默宇的声音 宛如天籁 无比动听 小牛相信林默宇 一转牛身 再次爆出雷霆海 继续和赤虎祖彼岸 站成一团 黑衣人手持利剑 身上黑红光芒闪烁 刚要进攻 身前忽然冒出层层白雾 黑衣人几乎是本能出剑 挥出一道剑气 白雾被剑气打散 黑衣人也趁势杀进小牛的雷霆海 哄 爆炸声响起 黑衣人的身上轰然炸开 黑衣人身上冒出大量黑气 黑红色鲜血在星空中低落 接着无数雷霆轰在他身上 打得他身体难以动弹 一时间伤上加伤 承受了一次尸体爆裂 黑衣人身受重创 但是并没有死 他的生命力极为强大 林墨宇用彼岸镜的星空巨兽为武器 竟然没能炸死他 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 两次不行 那就三次 紧接着 又是两声轰鸣 黑衣人终于发出惨叫 身体在爆炸中支离破碎 一头巅峰神尊镜的复生者 飞到深渊魔眼边上 张口一咬 直接将深渊魔眼咬得粉碎 打掉深渊魔眼 就是打掉了恶魔族在这里的视线 有些东西是我让你看 你才能看 林墨宇故意让恶魔族看到 星空巨兽组成的大军 就是要让恶魔族误会 同时他也清楚 赤虎族不同于之前的小族 他的毁灭与否 对整个百族联盟意义十分重大 不知道前线打得如何了 这场大战之后 百族联盟就算不分崩离析 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团结了 起来 收容浮阵一闪而过 将黑衣人的血肉全部收集 前线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深渊魔尊忽然气息震动 我不知在赤虎族的深渊魔眼 被灭掉了 几位圣尊看过来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深渊魔尊与深渊眼魔沟通 获取最后的信息 深渊魔眼最后看到的是 那个黑衣人冲进了雷霆海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深渊魔尊道 魔主布置的后手已经行动了 应该不会有事 话虽这么说 心中不知为何 却有些不踏实 深渊魔尊道 我去问问魔主 看看那里是什么情况 他身为火焰生腾 想要联系远在恶魔祖地里的魔主 忽然他火焰生腾 灵魂中传来危险警告 视线中一道恐怖剑光 撕裂星空 剑圣尊初剑 一剑仿佛要斩断星河 将百族联盟的几位圣尊 全部笼罩在其中 剑光之后 战神枪接踵而至 在星空中演化百万米巨枪 轰然飞来 随着剑圣尊和战圣尊出手 这场大战拉开帷幕 此刻 人族一方的圣尊数量 并不如百族联盟 战圣尊 剑圣尊 扶圣尊 杀圣尊 再加上林莫涵 也仅有五位圣尊战力 而百族联盟一方 却有着足足六个圣尊战力 圣尊战力少一个 彼此间相差巨大 可是人族并不怕 说战就战 几位圣尊迅速锁定自己的对手 都是老对手了 只有地狱魔尊这位新来者 没有对手 人族早就有所准备 战神堡垒轰然飞出 变成可怕的战争兵器 直接对上了地狱魔尊 战神堡垒里 有足足十位彼岸 百位巅峰神尊进行操纵 提供能量 战神堡垒中的各种兵器 纷纷展开 对着地狱魔尊 展开狂轰烂炸般的攻击 每一道攻击都超过彼岸 即便不如圣尊 相差也不会太多 即便是他 如果一不小心也会受伤 地狱魔尊一时间被打猛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战神堡垒会这么强 战神堡垒 号称人族最强战争兵器 足以和彼岸境相媲美 现在才知道 那号称只是号称 战神堡垒的真实战力 绝对超过普通彼岸境 战神堡垒展开阵法 锁定空间 将地狱魔尊困住 强行和自己交手 地狱魔尊演化无边魔域 笼罩战神堡垒 地狱火焰如流星般砸下来 不过都被战神堡垒挡住 战神堡垒 无论是阵法还是材料 几乎已达人族之极致 即便是圣尊 也难以破坏 深渊魔尊再次对上林默涵 深渊魔尊眼中恨意无限 这一次 我一定要杀你 林默涵带着冷意 看看这次你还能不能逃走 深渊魔尊身前 出现了一面盾牌 盾牌由白骨制成 在深渊之火的衬托下 显得格外阴森 接着从盾牌之后 又飞出一柄骨剑 这是套剑盾法宝 圣尊镜的法宝 威力强大 深渊魔尊在养伤期间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将之炼化 本源之火 燃烧吧 深渊魔尊发出一声嘀吼 本源气息弥漫出来 气息越来越强 本源之火生腾 将剑盾的力量完全激发 空间在火焰中发出脆响 纷纷被烧炼 林默涵随意斩出一道剑气 盾牌迅速变大 演化万千古盾 360度无死角 将深渊魔尊保护起来 剑气斩在盾牌上毫无波澜 深渊魔尊哈哈大笑 有古盾保护 你根本伤不到我 我会用本源之火 一点点把你烧成灰 林默涵冷笑一声 同样的话 三十年前 你已经说过 一剑斩空 璀璨剑光撕裂星河 铺天盖地 笼罩深渊魔尊 深渊魔尊丝毫无惧 他用盾牌防御 同时出剑斩向林默涵 此时林默涵忽然低喝一声 爆 哼 深渊魔尊手中的古盾古剑 同时炸裂 剑鬼了 深渊魔尊感觉自己真的剑鬼了 明明自己炼化的法宝 怎么又炸了 爆炸中的古剑古盾力量 汇聚在一起 重新演化出一柄巨剑 朝着深渊魔尊展来 星空被封锁 深渊魔尊无处可逃 此时林默涵的一剑 斩空也来到跟前 深渊魔尊在怒吼声中 再次祭出自己的规则世界 剑光炸裂 深渊魔尊的规则世界 当场被斩得爆裂 损毁大半 林默涵这时再次斩出了第二剑 这一剑 足以要深渊魔尊的命 深渊魔尊怪叫一声 魔主救我 本源之火中浮现一张魔脸 魔脸喷出烈焰与剑光碰撞 炸出漫天火光 火光之中 深渊魔尊化作巨人 本源之火冲天起 魔主的脸在火焰中 沉浮死死盯着林默涵 你到底是谁 先是至尊法宝 现在又是圣尊法宝 连着两次莫名其妙的法宝崩裂 甚至反水 这事情极不寻常 而所有的不寻常 来自眼前这个人族女子 林默涵英姿飒爽 她美眸冷艳看着魔主 斩你的人 手中的天地剑猛得亮起 没有多余废话 林默涵再次一剑斩出 剑光比起之前更为璀璨 恐怖无边的剑气席卷亿万里星空 几乎遍及大半战场 无数正在交战的战士纷纷骇然 一个个全身上下出现细密伤口 迅速后退 幸好他们距离林默涵极远 只是受到些许冲击 比暗镜相对较劲 身上的伤口更为严重 虽只是肉身之伤 对比暗镜来说不算什么 可相隔数亿万里 还能被余波所伤 林默涵这一剑 让人心生恐惧 不只是人族比暗 一族比暗同样如此 他们不约而同停了手 同时朝着林默涵那边看去 只看了一眼 只感觉眼睛生疼 眼中纷纷流出血泪 更靠近林默涵的几位圣尊 几乎在他初见的那一刻 同时抱贺 规则世界纷纷浮现 规则之力笼罩全身 剑气席卷星空 他们首当其冲 无数剑气落在他们身上 规则世界也受到冲击 战圣尊眼中惊骇 这一剑 恐怖之极 剑圣尊眼中 显露些许痴迷 这才是真正的剑道 这一剑 真正达到圣尊之巅 在他们眼中 林默涵的这一剑 已达圣尊巅峰 可林默涵如今才比暗镜 而且只是在比暗镜中 走了一小段而已 距离圣尊还差得远 连规则世界都没有构见 他如何能使出如此剑事 一剑灭尸 剑光之中演化出一方世界 这方世界无比繁华璀璨 生灵遍地 可随后 这方世界又在剑光之中湮灭 这一剑斩碎了一方世界 形灭式之举 魔主脸色大变 发出怒吼 深渊之火地狱之火同时汇聚 形成真正的恶魔之火 属于深渊魔尊的本源之火 加入其中 更是增加了恶魔之火的威力 恶魔之火汇聚成刀 迎向剑光 轰然一声巨响 恶魔之火崩灭 就如同剑光中的世界一样 彻底崩塌 火焰被展开 连带着魔主的脸 都被斩成两半 魔主再度发出怒吼 火焰第二次沸腾 在星空中轰然炸开 星空在瞬间变成火海 火海之中传出魔主的声音 你到底是谁 他的声音带着愤怒 同时又带着一丝巨翼 林默寒这一剑 确实有些强得过分了 就连他都无比吃惊 林默寒冷哼一声 等我圣尊静了 必当斩你 他如今还是只是彼岸 想斩魔主还差一些 如果到了圣尊静 确实有可能斩掉魔主 随着林默寒的话 火海炸裂 无数火焰冲天而起 亿万里星空 都被火焰包裹 魔主已经生出怒意杀意 他要杀林默寒 不让他有机会达至圣尊 此时林默寒脸色略有苍白 一剑蔑视 几乎让他透支 不过 他神情依旧清冷 身处火海依旧无惧 天地剑震动 洒落剑光 将林默寒保护起来 林默寒飞身后退 不与魔主纠缠 火海卷起波涛 化身成一尊恐怖恶魔 朝着林默寒杀去 林默寒有天地剑保护 并不害怕 忽然有无数星光自远方而来 瞬息划过无穷距离 来到火海上空 星光落进火海 刹那间火海轰鸣 火焰凝聚而成的恶魔 当场崩灭 星光凝聚成星老的身影 星老冷哼道 老家伙 你不讲规矩了吗 火焰再次汇聚出魔主的脸 他死死盯着星老 星老同样笑意盈盈地盯着魔主 只是这笑中充满杀鸡 星老 魔方 双方都想弄死对方 但是他们都没有动手 魔主哼了一声 火焰迅速收拢 重新变成深渊魔尊的模样 此时深渊魔尊 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 魔主操纵着他的身体 求仙花 魔主沉声道 你们和交界之地的那位 定下了协议 星老似笑非笑看着魔主 缓缓吐出几个字 你管得着吗 魔主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他确实管不着 双方是生死大敌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数正常 随着魔主和星老的介入 这场大战发生了变化 双方圣尊都不约而同地停手 交手也不像之前那么激烈 星老目光扫过战场 笑道 你们打你们的 不用管这脸 看似随意的话 就像是命令一般 战场再次沸腾 杀 剑圣尊发出一声娇和 再次点燃战役 剑一声腾 杀向对手 星老满意微笑 朝着林莫涵道 你只管调息 有我在 没人伤得了你 林莫涵点点头 美眸闭起 开始调息 他和深渊魔尊间的战斗 因为魔主的介入 没能杀死深渊魔尊 不过深渊魔尊受到重创 尤其是规则世界近处破碎 也不知道要养多少年 才能恢复过来 魔主和星老对峙 但两人都没有动手 双方其实都不是亲自过来 来的只是投影 其战力 也就和圣尊巅峰差不多 这种状态下 打起来毫无意义 大战还在继续 无论是百族联盟和人族 都不想输 百族联盟急需一场胜利 真正振作士气 而人族 除了要胜 还需要时间 百虎族星域 林莫语迅速灭掉了 黑血大戒的修炼者 并且将他的尸体 收了起来 既然布置了后手 防着幽灵族再度出现 应该不会只有 这么点手段 星域 或许已经被包围了 不知道会不会冲进来 赤虎族是要救呢 还是要放弃呢 惨叫声响起 赤虎族彼岸 在小牛和复生者的围攻下 终于落败 他身负重伤 飞快逃亡 小牛并不擅长速度 一时间竟然追不上 彼岸竟要逃 想杀并不容易 忽然星空浮现出一团白雾 白雾迅速扩大 将赤虎族彼岸吞噬 小牛一愣 他知道是林莫语出手了 当即转身 继续控制着复生者军团 杀向其他星星 赤虎族彼岸 在海谷地狱中疯狂挣扎 但是他再也没有机会逃离 很快就会被杀死 林莫语感应着星域的变化 嘴角逐渐浮现笑意来了 戒的半部至尊 和他所预料的一样 百族联盟并不止一个手段 如果只是来一个黑血大戒的家伙 并不一定能阻止幽灵族 以恶魔族的奸诈 和精英族的谨慎 必然会多准备一些后手 或许 这个黑血从戒的强者 只是过来试探的 可惜 他们错误判断了一点 来的并不是什么幽灵族 而是林莫语 以及他的复生者大军 林莫语感受到了结界的变化 结界正在变得坚固 空间也变得越发稳固 这一情况若是放八十年前 林莫语或许就要无可奈何 可现在有了隐秘符 这种手段就没了作用 上古天尊传下来的符文 其神奇程度远超想象 看着已经被毁灭 大半的赤虎族星域 林莫语对着小牛道 可以了 回来吧 小牛很听话 立即带着复生者大军503返回 收容符阵展开 将小牛和复生者大军 全部收入其中 接着林莫语迅速赶到星域边缘 大大方方穿过结界 结界虽然变强 可依旧拿隐秘符 毫无办法 林莫语隐秘踪迹 沿着星域外围前行 他看到四位彼岸精恶魔 他们正在加固着结界 在不远的地方 还有数位精英族彼岸 以及一位精英族的圣尊 这位圣尊全身散发着赤金色光芒 林莫语知道他 名为赤金圣尊 根据人族的资料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 这次战场上 他也始终没有出现过 没想到 现在竟然出现在这里 精英族五位彼岸 一位圣尊 恶魔族四位彼岸 加起一共十人 战力极为强大 还真看得起我 林莫语冷笑一声 他已经完全明白 黑雪大界的那人 只是影子 是为了拖住自己 黑雪大界似乎有其独到之处 可以在黑雪大界力量弥漫处 自由行动 具体原理 林莫语并不清楚 但如此布置 必然有其道理 利用黑雪大界的强者 拖住自己 再对结界进行加固 最后由精英族的强者 进行绝杀 在空间被封锁 无法逃离的情况下 精英族将会占据绝对优势 只是他们没料到 隐秘服如此强悍 加固后的结界 依旧拦不住林莫语 林莫语知道自己的实力 虽然不怕圣尊 但是想杀圣尊 同样要付出代价 目前来说 没有必要 而且赤虎族 已经被毁去大半 也知道了百族联盟 对付自己的手段 这就够了 林莫语忽然心中微颤 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他迅速远远离开 同时目光朝着远方看了一眼 他感觉 有可怕的存在 正在迅速靠近 是半不至尊 和新老同层次的存在 而且不止一个 有两个 林莫语远远地 看到了两个光点 有两位半不至尊到了 两股气息 即熟悉又陌生 其中一股属于精英族 有着精英族特有的气息 另一个则更加明显 属于黑血大剑 林莫语不敢多看 看得多了 怕对方生出感应 黑血大剑里 竟然还有半不至尊存活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在戒海里 没看见黑血大剑 如果不是戒海贝 还没有恢复 林莫语真想再去戒海看一看 好好找一找 看看黑血大剑 到底去了哪里 他相信 黑血大剑不会消失 肯定是以一种 他不知道的方法 隐藏了起来 大世界里 还有黑血大剑的强者 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英皇和一个黑衣人 来到赤虎心域外面 黑衣人朝着远方看了一眼 似乎在寻找什么 英皇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并没有发现什么 问道 怎么了 黑衣人摇摇头 或许是看我看错了 他所看的方向 正好是林莫语离去的方向 林莫语远离亿万里后 才拿出战剑钻了进去 战剑启动 进入深层空间 朝着远方飞去 同时 林莫语取出飞剑符 将自己得到的信息 传回人族 黑血大剑的修炼者 还有幸存 并且 其中有半不至尊 这对于人族来说 是一件大事 必须要第一时间传回 据他所知 现在人族中 除了星老和人黄 是半不至尊 而且 两者都有限制 星老的限制小点 还能离开人族的区域 而人黄更是无法离开人族 只能在人族区域里战斗 并且因为人黄网络的特性 距离中心区域越近 人黄的力量就越强 如果只是在四方星域里 人黄也就和圣尊差不多 远不如半不至尊 所以 在林莫语言中 人族拥有1.5个半不至尊 比起精英族和恶魔族 要差上一些 守城有余 功成不足 可现在若是再加上 黑血大界的半不至尊 那人族就完全处于劣势 林默语思索着自己所见 与之前得到的信息进行对应 魔主和殷皇似乎都有限制 他们和星老一样 离得太远 战力会被削弱 只不过比起人黄 要好不少 黑血大界的半不至尊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应该也有所限制 否则早就动手 目前来看 我人族防守不成问题 可若是想拿下他们 还有难度 不知道前线打得怎么样了 赤虎族没有被灭 这样一来 百族联盟就不至于崩溃 百族联盟确实也没到崩溃的时机 目前来看 还需要再拖一段时间才行 需要稍微改变点计划 要不要搞一次大的 林默宇知道 不可能像自己想的那样 把各个种族一个个抹掉 这些种族又不是木头人 会乖乖站着等你来杀 他们一看情况不对 自然会逃 而且肯定是逃往域外 林默宇觉得 自己该想办法 解决掉这个问题 一旦真被他们逃到了域外 那后续就麻烦了 赤虎族星域 赤金圣尊眼中 闪着赤金光芒 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 什么时候逃的 怎么可能逃得出去 结界没有任何动静 可赤虎族星域里 已经没二点一 有了一头巨兽 那些星空巨兽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殷皇看向身边的黑衣人 谢尊 你怎么看 谢尊低声道 之前 我的手下在这里被人杀了 他死得很快 并没能传回更多信息 不过从他传回的信息中 可以看出 这里应该还有令人 殷皇道 能这么快杀死彼岸 应该是圣尊动手了 难道说 真的是交界之地的那位 血尊摇头 不好说 只能说 不排除这个可能 赤金圣尊忽然道 我记得 在交界之地 有一只星空巨兽 名为幻影兽 它似乎拥有 无视阵法结界的能力 殷皇眼睛一亮 看来 我要去交界之地走一趟 血尊道 我就不去了 明白